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Mixoders Music Production, 我是Robin 现在我们在电脑里用音乐制作软件来弄音乐的时候 我们弄一首歌, 譬如有个琴, 有吉他, 有人声, 三条 track 我们都会用三条不同的 track 录每一个乐器分开出来 但是如果你刚刚接触音乐制作软件的时候 你去过音乐制作软件那里开一条新 track 它都会问你同一样的问题, 无论是什么音乐制作软件 它都会问你同一样的问题, 就是你想开一条什么的新 track 都有几个选择, 可能有Audio、Midia、Instrument 或者Augstrap, 之类之类 每一个音乐制作软件可能用的名字都有一些不同 但是那个类型都差不多了 对一些刚刚接触音乐制作的朋友 其实这件事都可能挺混淆的 究竟我要录这个乐器, 我要用一条什么新 track 录呢 以下的短片就会简单地介绍一下 每一个现在在电脑弄音乐, 我们开新 track 有什么选择给大家选择呢 以下这条片都是取自于我的online course 就是你见到面前的音乐制作超新修课程 而现在暂时都是免费的 如果你到下面的连结里面 你都知道如何来免费报读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都是被完全没接触过音乐制作 没试过自己在自己的电脑里录音乐制作音乐的朋友 都可以有个basic idea 知道去购买什么的器材 什么的入门器材 或者一些的入门知识 都可以简单地介绍给大家看 你看到这里都有不同的课堂 一些的器材或者一些的知识 详细一点会讲解给大家 现在都暂时免费的 可以到下面的连结 就可以免费报读的了 不妨大家时间了 希望以下的短片可以帮你搞清楚 如果你真的要录一首新歌的时候 你录一些track 究竟你是用什么track来录的呢 立即来看看以下的短片 Hello 你好 欢迎你来到音乐制作超新手课程 一换知识篇的音鬼种类track type 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用电脑录音 用电脑来做音乐制作 在音乐制作软件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工作 例如我们要录音 或者弹一些音乐 弹一些乐器 在音乐制作软件里面 你都会开一条新track 但是刚刚接触音乐制作软件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 究竟我要录这个声音 录这个音乐的时候 开一条什么track 有很多选择给我们选择 这一堂会来看看有什么类型 还有开什么track 是适合你那个task 你那个工作 我们这一堂会来看看 说到音乐制作的时候 其实整个音乐制作的过程 都离不开 把音轨集合在一起 把声音集合在一起 做一些效果 再调教它的份量 出来最后一条 或者两条的master channel 一条左一条右 来形成一首歌 全部制作 无论是编曲 混音 mastering 都是把不同的音轨集合在一起 讲开一个音轨的类型 其实每一个音乐制作软件里面 就是track type 都可能名字有少少不同 或者用途有少少不同 但是 笼统来说 通常track type 音轨的类型 都会分成以下三大类型 第一个类型就是audiotrack 声音的音轨 就是我们录音 用咪 或者direct in 到audio interface 来录音的时候 出到一些声音波浪 这些声音波浪 都要由一些audiotrack 来安装 才可以发音 很简单 就是audiotrack 每个音乐制作软件的名字 都应该一样一样 第二个类型就是一些aux track 一些aux auxiliary 或者叫做辅助的音轨 可能有些音乐制作软件 它有另一个名字 或者叫做fx channel Effect channel 或者叫做一些group track 但是用途差不多了 它们就不会装着一些声音 它们的用途就是 要令一些audiotrack 或者一些meditrack 来在input那里 就是buzz到这些aux track 将你的声音通过 待会再详细一些解释 什么是aux track 第三个大类型 就是叫做midi 或者叫做instrument track 虚拟乐器的音轨 或者有些音乐制作软件 会叫做software instrument 或者external midi track 差不多都是同一类型的东西 就是装着一些midi signal的track 来给你tracker 或者叫做触发一些虚拟乐器 或者一些sample的声音 通常都是这样 每一个音乐制作软件 你开新track的时候 都会问你开一条什么track 通常就会有这三个大类型 或者再细分一些些 一些不同的名字 或者track type 通常都是有这三大类型 可以给你选择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udiotrack 声音音鬼 刚才也说过 很简单就是装着一些 一些声音档案 即是一些wave 一些声音波浪的track 你可以放一些track 或者放一些声音 在audiotrack那里 或者你也可以录音 在这个track那里 另外就是 这些track 都有分stereo 和mono 立体声道 或者是单声道 如果你真的用一支咪 来录音的时候 就一定开一个audiotrack 那时候就选择mono的audiotrack 或者如果你是那条track 例如你用两支咪 同时收音的 或者你是印象一些音乐 到你那条track那里 你也可以开一条stereo track 很简单 这个就是audiotrack 声音音鬼 第二个类型 这个可能要花长一点 来解释 这个就是audiotrack 和audiotrack 的辅助音轨 刚才也说过 它是被声音通过的 你不可以 放一些声音 到这个音轨那里 它只可以 在input那里 告诉它 就是用buzz 来将一个声音 来buzz 到audiotrack 和audiotrack 然后再去其他音轨那里 不可以摆放任何声音 或者一些音波浪 或者是MIDI file 不可以摆放下去 它一定要由其他track 来到去 给声音来通过 它的用途 都挺广的 第一 你就可以去用audiotrack 做一个mixbuzz 例如 如果你是有个鼓的 有很多不同的 Storm Stare 或者Kick 你可以开一条audiotrack 来做一个整体的drum 的mixbuzz 跟着这些snare tom 和Kick 全部 去到这个austrack 跟着这个drum 的austrack 就可以调整整套鼓的音量 如果你想整套鼓 小一点 你不用去到每一条snare tom highat 来调整套音量 你可以去到这条mixbuzz 来调整套音量 或者你想整个鼓 有点的effect 或者什么的感觉 你也可以在这个mixbuzz 来调整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austrack 的用途 第二个就是 加入一些插件的效果 例如一些reverb 或者delay的声音 你不想影响到原本的声音 你想在原本的声音 另外加一些回音 和delay延迟的声音上去 你也可以用send 那些声音 去这些austrack 那里 接着在这条austrack 加一些plug in 让它可以混合到原本的声音 之前也展示过这个graph 现在也分为颜色 给你看看 红色那些 都是一些audio track 例如snare kick tom 都是录一些snare kick tom 黄色那两个 是austrack 是给声音通过的 可能之前那条 那条routing 那条片 颜色有少少搞乱了 但是 你看看这个 是对的 黄色那两个 就是austrack 是给声音通过的 它本身 不会包含 或者放一些audio 或者midi track 它是给声音通过 由一些buzz 来到去通过 最后 在drums 的output 也是到另一条 如果是最后去到master channel master channel 其实都是一条austrack 一条辅助音柜 给声音通过 还有 有时候 我们可能加一些 分析外置的硬件 进去 这个也可能 比较进阶一点 或者有些外置的硬件 你想用的时候 都是透过austrack 来去分一些channel 一些硬件 来使用 这个可能 少用一点 但是 都可以先记住 如果你真的有一些 外置的硬件 想用 你也是要用一些austrack 来去分流 分这些的声音 出去外面 去做一些process 这样 这些austrack 都有分开stereo 立体声道 或者mono 单声道 95%的时候 我们都会开一条austrack 都是stereo 很少的机会 我们会开一条austrack 但譬如 如果你知道 这条austrack 只是给一个mono source 一个mono的音源 例如bass bass 一定是mono 所以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你开一条austrack 你会开一条mono 但大部分其他的时候 都会是一条 立体声道 stereo的austrack 继续拿到 MIDI track MIDI track 故名思义 就是摆放或者收录MIDI的音柜 一条austrack 通常开一条新的MIDI track的时候 都会有两个选择给你选择 要么选择MIDI track 或者你可以开一条新的instrument track 这两个MIDI track 就是MIDI track和instrument track 有什么不同呢? 这件事其实都是这几年 或者这十年的新的音乐制作软件 才会有instrument track 这件事而已 刚刚接触音乐制作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 其实都很混淆这两件事 之前 在这里都会解释 什么是MIDI track 和什么是instrument track 首先MIDI track 就是如果你开MIDI track的时候 可以录MIDI进去 但是它根本不会 给你有选择来到 包括一些虚异乐器 你要开一条新的austrack 然后放虚异乐器 在那条austrack 将MIDI track 进去到这条austrack 然后才会听到声音 所以如果你的project 有十个虚异乐器 如果你是用MIDI track的时候 你可能要开二十条 track 十条的MIDI 十条的austrack 来给这十个虚异乐器 来发声 但是在近十年的音乐制作软件 出的音乐制作软件 都会有一个新的track 叫做instrument track instrument track 基本上就是一条的midi track 但是它里面可以给你 进入一些虚异乐器 所以如果你是独立 比如你有十件的虚异乐器 十件的乐器 都弹不同的音乐 你可以开十条的instrument track 有不同的声音 但是如果在什么时候 你需要用到MIDI track 就是例如 你是一条的MIDI line 你想用不同的instrument 例如你弹弦弦乐器 一条的弦乐器 一条的MIDI line 你想用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都弹同一样的东西 你可以录一条的MIDI track 然后将这条MIDI track 传到三条不同的austrack 这三条austrack 加入不同的乐器 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这个设定 你就可以将一条的MIDI track 用三个不同的乐器来发声 这一个情况 你可以用MIDI 但是 如果你真的 通常我们开 TRACK 都应该是一条MIDI track 一条MIDI track 有一个乐器 这样 那 Instrument track 都会有分 Stereo 和Mono 通常大部分的虚弦乐器 都是Stereo 99%的虚弦乐器都是Stereo 所以 开一条Instrument track 都是开Stereo 就一定没错了 MIDI track 因为它本身没有声音 也不会加音 这些虚弦乐器 所以 如果你开MIDI track 那时候 它应该不会问 是Stereo 和Mono 它本身是MIDI track 就是MIDI track 最后 就是不同的音乐制作软件 可能有其他不同类型的Track 可以给你选择 来加 例如有以下这些 Tempo track 控制速度BPM的Track 你可以在这条Track 控制整首歌的Tempo 那个速度 例如如果你去到中途 去到Cora 你想快一点 慢一点 你都要去Tempo track 调校它的速度 那么 Click track 拍子机 有些音乐制作软件 例如Protux 它那个拍子机 如果你想要有拍子机 滴滴滴滴滴的效果 你一定要开一条Click track 它才会有拍子机的效果 因为有些音乐制作软件 不用的 按按键 就会有拍子机 那么 Marker track 应该是每个音乐制作软件 都应该会有 就是一些标签 方便你标签 哪里是Chorus 哪里是副歌 Vers Bridge Kindleintro Music Break 你都可以用这条Marker track 放些Marker 上去 可以给自己方便 看哪里是副歌 正歌 之类 另外 有些可能是Group track Folder track 或者Track stack 这也是方便给你分类 分类 分类 来放一些音轨 让它更好看 差不多都是这些 但是这些东西 都不会影响到声音 或者效果 除了Tempo track 可能会影响到速度 或者Quick track 如果你Bounce 输出的时候 不关上Quick track 你就会听到拍子机 但是这些东西 都应该不会影响到 你大围来做音乐 希望这段影片 都可以解释了 大部份的音乐制作软件 如果要开新 track 你应该要开什么新 track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更加明白 你自己的音乐制作软件的操作